3 2 1 啟動 副市長邱佩玲 立委林佩祥 議長同志委 和前立委三思穎 及慈芸市主委李玲保密 共同為元宵節藝文華會主持開幕儀式 基隆慈芸市藝文華會正式啟動 特別舉辦繪畫比賽 吸引了近300位小朋友報名參加 不少家長一早就陪著孩子們來參加比賽 我後來會覺得那個都有彩虹色 今天來畫畫感覺怎麼樣 很開心 為什麼很開心 因為都有很多人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慈芸式的標誌 這個是龍的標誌 然後這個綠綠的是柱子 這個是電燈 這個是燈籠 這個都是燈籠 這個是我看他的字上面有的 我就寫下來 他參加好幾次了 對 感覺怎麼樣 還滿好玩的 今天是那個正月出舞 農曆正月出舞 是我們那個 春日市藝舞活動揭幕的 今天是那個小朋友會畫 差不多兩三百個小孩子 那個小朋友來參加會畫 那明天是司法比賽 有100多 小朋友好棒喔 副市長邱佩玲 特別稱讚小朋友們的畫作 相當有水準 也讓一年沒十幾畫筆的她 都自嘆不如 中間還巧遇民眾 帶來珍貴照片 讓邱佩玲相當感動 今天是繪畫比賽 明天是書法比賽 那慈禹市在地方投入 這種跟社區相關的活動 一向不遺餘力 我們非常感恩 讓市民不僅心靈安暇 而且宗教有更大的信仰 那今天代表 謝國良市長來這裡發開運紅包 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順利 萬事如意 我也會畫畫 我去年來的時候還覺得 我畫的沒有輸給小朋友 今年再看到小朋友 覺得我已經輸太多了 是賴先生 他拿照片是父親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他做西服比賽 第二名跟父親的合照 今天剛好新年半年 剛好碰到很有緣分 能夠拿父親跟他的合照 再看到我跟他的合照 我想爸爸一定很開心的 慈禹市 不僅是金融市的重要 宗教信仰中心 每年透過藝文華會 舉辦包括會畫 書法競賽 推動藝文風氣 不以餘力 包括議長 同志委 議員鄭文婷 吳化佳 前立委蔡思穎 都對於慈禹市長期推動 藝文 照福鄉里 相當讚賞 大家好 我是蔡思穎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 慈禹市 藝文華演員的開幕志 那思穎在這邊也要祝福 我們全體 慈禹市市民 每年都過個好年 那今天是榮年 祝福大家 榮來榮後 越來越好 在這個每一年的大年 這個初五呢 辦理藝文活動 讓我們在基爾市 全市的民眾 能夠前來慈禹市 享受這個家庭的時間 也受到慈禹市 我們的菩薩的保佑 讓我們所有參與活動的 市民朋友們 大大小小得到平安健康的一年 隨後 邱副市長也與議長同志偉 分別發送市府和議會 製作的勘運紅包 給在場排隊的民眾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能夠心享四成 和家平安 記者 黃少鳴金融報導